我只是说 你反对在教会里边来 推广教义的人 他们有这样的观察 就是那些持守纯正信仰教义的教会里边 信徒的生活却出现了 非常的缺乏活力 或者是会走降冷卧 甚至律法化 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或者怎么来调和这件事情 首先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 就是 这个是强调教义的教会独有的问题 第一点 它是把强调教义 纯正教义的教会里面的两个现象对立起来 一个是强调纯正的教义 第二是生活与教义不调和 不一致 简单的说是逆法主义或者是虚伪 首先我们要比更广的来看 就是说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做的不一致 根本的问题就是罪 而这个我的所肉体的败坏 罪和肉体的败坏 绝对不是纯正信仰 强调教义教会的专利品 那些反对教义的教会 他们也有一套教义的 不过他们不称为教义而已 那我用美南经济会是最好的例子 美南经济会他们是反对有教条的 但是他们的先言里面 他们的网站 做完我们反对信条之后 马上就来了三段的信条 不过他们不叫信条 叫见证 首先 所以反对不反对教义的教会 都有教义 第二 每一种的教会 假如面对圣经的教导的话 都要承认我们的成圣 是绝对不完全 非常多的亏欠 所以 纯正的信仰要加上 纯正信仰带来的悔改 我的意思是说经常的悔改 没有一个教会应当宣称 有了纯正的信仰 就肯定有完整的圣洁的生活的 完整的圣洁的生活 就是不断的悔改 不断的让圣灵工作 这个是圣灵工作所带来的 不过 不纯正的信仰 或者是反对信仰带来的 祸害是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刚才我说 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 是把纯正信仰 或者强调教义的教会 本身的教义和本身的生活 对立起来 那我们说 这个是 每一位基督徒 每一个教都要承认的 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 很多时候 我们也要问 究竟我们对圣洁或者是 信仰与生活一致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做虚伪 什么叫做真诚 假如我们 就是很简单的去看那些 强调信仰的教会 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的话 很容易的我们会 惰进一种的错误的思想 就是说 我们对什么是虚伪 什么是 信仰生活一致的标准 讲到最后是 我们自己来定的 个人来定的 其实也不见得是来自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 没有爱心 或者是不诚实 等等 但是那个标准哪里来 真的是从圣经来吗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再说回来 与这些强调保守信仰的教会 不同的 至少有两种 可能不止两种的教会 一种是信仰不纯正的 自由派的新正统的 甚至不异端的 新派的和纯正信仰的教会 因为他们是人 和强调纯正信仰的教一样 按照神的普遍恩典 他们既然是人 都会做出好行为来的 其实纯正信仰的 教会也并不是没有好行为 但是 只有那些神的话语所吩咐 我们去做的 在神面前才算是好行为 假如信仰是不纯正的 认为基督教信仰只不过是做好人 是道德的同种 甚至乎 称义不是因着信心 是因着爱 等等 他们所带来的好行为 在上帝面前 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好行为 不能用 上帝的 上帝的律法以外的标准来衡量 在海外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慈祭 每一次有天灾人祸 他们回应 这个救济的工作 一定是比基督教快的 那不等于说 他们的好行为 在上帝面前 有什么价值 那这方面我们要 研读罗瓦书二章 十二到十六节 另外一种 是反对教义 或者是 刻意忽略教义的教会 那这些 我不是指金派的教会 我是指 传福音的 读经祷告的教会 但是他们是不注重教义 甚至反对教义 或者说 觉得教义的地位 是不重要的 他们 也有他们的教义 然后呢 每一个教会呢 他们的生活 是否符合神的话语呢 都是靠神的恩典 还有一点 是的 强调 弯正信仰的教会呢 有律法主义这个问题 绝对有 其实呢 这个批判呢 还不够严重 我们应该这样说 纯正教会的问题呢 其实呢 我把它说广一点好了 在每一个基督徒心灵的深处 都有一些黑暗的角落 这些黑暗的角落呢 是律法主义 也是 无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 因为是legalism 无律法主义是antinomianism 那 无律法主义有两种 一种是神学上的无律法主义 哎呀 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之下 罗马书是六章第十 四节下 这是半节的圣经 我们就那里就大作文章 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时期 这是神学上的无律法主义 还有生活上的无律法主义 生活上的无律法主义呢 又分很多种的 一种是放纵情欲 另外一种呢 就是有爱就可以了 啊 那你常常听到的 对不对 你跟耶稣的关系好就行了 就不再考虑到 要谨守神的律法的 好 再回来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灵的深处 都有一些黑暗的角落 这些黑暗的角落呢 同时是 律法主义和无律法主义 那这个是改革中生学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种的智慧的贡献 我再说一次 在每一位基督徒 心灵的深处都有 律法主义和无律法主义 同时存在的 一些的黑暗 我们先从无律法主义讲 讲起好了 无律法主义就是说 教义不重要 神的律法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与主个人的关系 那这种做法的 教会跟传道人 或者信徒们 最重要的是我与主的关系 其实它对 我与主的关系呢 有特定的定义的 并不是没有的 有的 上一代的 我与主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 每天一个礼拜七天灵修 有了西方美国的影响的话 可能是在教会很忙碌的 很积极的侍奉 什么叫做我与主很好的关系 那我不是说我与主很好的关系不重要 但是呢 我们对我与主很好的关系呢 要有一个合复圣经的定义才行 不然的话 是无律法主义 好 律法不重要 教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与主的关系 这些人呢 就是不注重律法的人呢 他心灵不满足的 你不能够没有律法 没有律力 去与耶稣基督发生亲密的关系的 真正发生的事情乃是说 真正的情况乃是说 这些 哎呀 只要主的关系跟我好 这种的基督徒呢 他不知不觉的 就发明一些圣经里面没有的律法 吩咐自己跟别人去遵守的 OK 刚才我说 无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 是同时发生的 归根究底 无律法主义 和律法主义 只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 两种的表现而已 这个问题是无信 Unbelief 没有信心 OK 所以正确的道路呢 不是无律法主义 不是说 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之下 也不是放纵情欲 也不是只有爱心 只有与神的关系好就好了 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阵路 律法主义可能也不是阵路 什么叫律法主义呢 律法主义就是 在神的律法以外 定一些的规条 来约束众人的良心 这个叫律法主义 比方说 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 会鼓励人抽烟的 抽烟是不健康的 你可以说 不合不基督徒的体统的 你可以说 是很坏的见证力 也可以说是半岛人等等 但是 假如我们说 哎呀 这个人 信音 信音 他不可能是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那那个就是律法主义 那我们鼓励基督徒 不抽烟 因为对身体不好 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 会半岛边 那都是 过零多钱 是有的规则 有的原则 我们就应用 但是说 我某弟兄 信音 他怎么可能是 重生了基督徒 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就是要约束人的良心 那每一个时代的教会 都会放心地定一些新的律法 来约束人心的 除非我们走正路 等一下我们讲什么是正路 看到没有 哎呀 我跟主的关系好就好了 后面呢 我们就懂得怎么去论断别人 这个论断的背后 那个标准呢 往往不是神的律法 所以 正路是什么呢 正路乃是 谨守律法 和独信福音 就是律法与福音 并重 这个才是正路 什么叫做律法与福音呢 就是说 耶稣基督 为我们 一生无罪的 谨守了律法 第二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 违反律法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 耶稣基督复活了 太简圣灵到 凡是信他的人的心中 好叫我们现在有 恩怨 也有能力 去遵守 主的律法 主耶稣说 你爱我吗 遵守我的律法 所以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 第一 神的律法 不能侵卖 这个福音的一部分 新月 从来没有批判 旧约的世界的 新月所批判的 都是那些 是解律法的 律法主义 而不是律法本身 律法是属骨灵的 是良善的 耶稣说 我来不是废除律法 一点都不废除 所以正路 是律法与福音 不是律法主义 刚才我讲的 应该多加一两点 律法主义 是在圣经以外 定一些的规条 是上帝没有定下的 来约束人来遵守 还有当然就是说 只注重外表 不注重内心 或者是 跟随人的遗传 传统 而不是跟从圣经 到现在也是很明显讲过的 律法主义 正路不是律法主义 正路是律法与福音 那律法与福音 不是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 是在圣经以外 定一些规条 包括注重外表 不注重内心等等 真正的 本正的信仰 乃是不断地宣讲 教导律法 你说 但是这些传讲 纯正信仰的教会 他们会有的生活不像样 教会是为不像样的人而设的 假如你有一间教会 每一位会有都像样的话 你去就变成不像样了 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不断被圣灵成圣的罪人 教会的垃圾桶一定是满的 地毯一定是脏的 一定是有污点的 因为有人了 有人的垃圾桶就会满了 有人的厨房跟卫生间就要洗了 我是用例子来说 我们属灵的情况就像垃圾桶 跟要清洁的房子一样 所以 恒正的信仰的教会需要做的 是不断地宣讲 教导神的律法和福音 同时 不断地 托律和实践 认罪悔改 我举个例 比方说 蛮多的 传统的长老会 我想路德中也应该不例外吧 在主日崇拜里呢 开始的时候 有宣造 有唱诗 有祷告等等 过了 开始的一两首诗歌之后呢 他们会诵读十诫 或者牧师读 我听过一位老牧师 他就好像父亲跟孩子们 讲完很温柔的声音 这样读了十诫 然后呢 就有认罪悔改的一段的项目 这个项目可以用唱诗 可以用公导 可以用师导 可以用牧师 或者教会写的 特别的导文 或者是洗英文 可以安静 可以读经 有祷告 有认罪 这个祷告可以用唱诗 可以用读经来表达 可能呢 做完之后呢 再来一段安静的末导 然后 带领聚会的牧师 或者是长老 会接受这段的认罪 然后呢 从圣经里面 宣读一段 或者会读唱诗也可以 宣读一段 或者唱一首诗歌 宣告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供应的 是必证明我们的罪 信定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样 每次的崇拜 认罪 每次的崇拜 承认 神的赦罪之恩 因此感恩快乐 传统的来说 之后呢 教会会读 使徒信经 或者尼西亚信经 他的意思就是说 是的 这个是福音 我们是罪人 主耶稣基督救我们 这个星期天 我们再一次的 说主耶稣是我的救助 祂赦免我的罪 不但如此 我们所信的 这位耶稣基督 赦免我的罪的耶稣 又是谁啊 祂是三位一体 父子灵的第二位 我信圣父 我信圣子 我信圣灵 然后呢 这一段就结束了 所以在主日崇拜 有认罪悔改 是很重要的 曾几何时 我们把这个项目 拿走了 可能是 无律法主义的神学导致 也不一定 我没有研究那个历史 但是认罪悔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重要的 福音呢 是拯救你的 拯救你的 是这样的福音 使你我每天 常上的是 同一个十字架 的福音 所以 呼吁弟兄姐妹 回到十字架面前 是必须要做的 这个是 纯正信仰的一部分 没有人能够担保 宣讲纯正信仰 弟兄姊妹 就一定会遵守神的话 没有人可以保证 这一点的 但是 假如不团 纯正信仰的话 或者不呼吁 弟兄姐妹 会有 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的话 就保证我们生活 不符合神的旨意 因为 和服神的旨意 不是人 明空想出来的 肯定是要根据 要回应神的话 回应神的典章 律例 神纯正的话语的规模 所以 不纯正的信仰 和纯正的信仰 按照梅清 J. Gresham Machen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 《基督教与新神学》 最近的新的版本 叫做 《基督教真伪辩》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他说 不纯正的 就是自由派的信仰 简直是另外一种的宗教 所以我们要的是 纯正的信仰 加上纯正的生活 纯正的生活 要包含了悔改 那很多保守信仰的 也就是我们改革中信仰的 弟兄姐妹 就是姐妹教会 他们不强调悔改 因为他们不相信 基督徒常遭犯罪 他们不相信 基督徒常遭犯罪 因为他们的神学上 是无律法主义的 所以呢 很自然的 就造出另外一些的律法 出来 约书人来遵守 所以我们在 什么是正路这方面呢 盼望我们去找这些旧路 宗教改革 清教徒的旧路 律法和福音 律法与福音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 但是无律法主义 带来的祸害是很大的 律法主义带来的祸害 也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归正 都要回到神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